记者现在走在的地方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海滨公园 这里没有垃圾 台东海滨公园是中秋时烤肉的最佳地点 但往往隔天一大早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垃圾 每年中秋节呢 其实大家一定有经验会来到这里烤肉 不过今年发现其实台东的民众 真的是当时这个环保概念的小煎兵 这边呢变得非常的干净 也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台东真美丽 看起来干不干净 蛮干净的 这下游客对台东的分数 看来又会再提高一点了 东台新闻部张宜辰 郑慧如的报道